如果最後投票結果 韓國瑜只輸83萬票的話 對國民黨立委絕對封守 就是如果韓國瑜拿到 是589萬票的話 國民黨的立委席事會多很多 哈你還覺得這是高估喔 是 因為指數83啊 你如果去看 指數83 你如果去看2012年的 蔡英文跟馬英九那一帳 大概就是七八十萬票吧 民進黨席次大前進耶 民進黨的席次是往前進喔 終於擺脫了2008年的陰影 讓整個民進黨士氣回來 然後2016年 2014年的地方大選 換國民黨剩下五席六席的市長 然後2016年 國民黨就整個江山就丟掉了 那些問題是說 韓國瑜如果是589萬票的話 不會有換瑜 什麼都不會有 棄保都不會有 他只要有五百萬票 不會棄保都棄不動 現在問題是 這是要PK他才有啊 那如果你PK你都還守得住 你現在真的能守住589的話 郭台銘那麻煩就到了 你說PK之下的韓國瑜有589 郭台銘 郭台銘參選只有一個機會 就是棄保效應 他沒有其他的理由 對 你找到一個理由 胸部參選 然後不斷的壓抑韓國瑜的民調支持度 比如說像蘋果對他算是好的 因為還有33.1 有一些對他比較不好的 我不是說人家作假 就是說那個民調數字有的已經是破三成的 那如果有一天他破到讓大家覺得受不了了 國民黨就麻煩了 所以目前來看 因為只有蘋果是每週做 比如戴麗安他大概是兩個禮拜才做一次 他現在開始半年半個月半個月會做一次全國的 目前來看33.1 如果他可以守得住 就到下禮拜 下禮拜 不要跌太多的話 每一個禮拜 每一個禮拜如果只差0.1的話 那對韓國瑜來講 就會覺得是好事 因為你如果每一個禮拜只掉0.1 表示你的幅度在萎縮 因為他前面四個禮拜掉太快 對 你知道嗎那是一趴兩趴 一定要一趴兩趴在掉 如果後面現在只差0.1 或0.2在掉的時候 那就表示開始要走平盤了 那也就是說地板又出來了 如果韓國瑜的地板是33.1 或者30 或者32.89 這個地板是可以被接受的 因為你要再拉回來還有機會 那問題來了 還有10天左右 了不起了不起兩個禮拜 國台民因素最後一次要大爆大爆發 因為宣布的時候一定是民調衝高的時候 那個時候 你我們看那個禮拜的韓國瑜 蘋果的數字會受到多大影響 也就是說 最近蘋果好用在這個地方 三人合體沒有講選舉 蘋果做了一個民調 忽然間變成郭台民大贏 在三角的時候 因為這是PK嘛 三角的時候他變大贏 他變成贏 贏小英還一段距離 好 那那個效應會下來 也就是說這個禮拜理論上 郭台民會下來一點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等宣布那一天 他宣布的日子會看他挑哪禮拜幾 然後蘋果的隔週 他會在應該理論上之後再拉上去 然後再回來 好 大家都有上有下有上有下 包括蔡英文 韓國瑜都不趕快把他拉平 就是說如果我們每個禮拜 只拉掉0.1 我就是表示我在拉平了 萬一他下個禮拜公佈的不是0.1 你又回來0.5 0.6 0.7 那就是大條 所以啊 我在看到這個數字的解讀是這樣子 如果明年1月11號是PK賽 韓國瑜輸蔡英文是83萬票 那表示國民黨的立委 息事絕對好很多 好很多 那萬一 他不是83萬票 那就是大條 因為那個一定連動到立委 對 那這也就是最近有很多人 私底下在聊的 韓國瑜跟立委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因為還有 還有一百三十幾天 所以這個東西還可以慢慢看 那韓國瑜的 這些這種出疹子的狀況 因為還沒出完 那所以後面他還會有一些 一些故事一些事件 我還沒出完 谢谢大家